世间的安乐呀 都有这个自他相患的意识在里面 我们才有可能去利他 众生都很自私 修食善业都需要有这种 自他相患的想法 一般众生就说 我也想得安乐 别人也想得安乐 那我希望别人帮我 那我就帮别人 你看众生就是 他是用一个最基本的因果道理来 告诉自己应该去帮助众生 就是这个修食善业的人 他没法不理性 他也会这么想 我们原来叫世间书教育的时候 就是这样 这个原来我记得大学里 我有一个同学 他没学佛 他是他家里 不知道谁跟他讲的 从小他就记住一句话 人能爱我 我爱人 他是他做人的原则 他的意思就是 人能助我 我助人 他就想得 还有困难的时候 希望别人来帮助 那么他这样想的时候 他就想 那别人有困难的时候 我要帮助别人 这是非常朴素的一个道理 非常简单 你休息的时候 你不希望别人吵你 你看到别人休息 你就很小心 你不要吵到别人 很简单 那自私的人 他就不是这样 他就是我行我受 他就不考虑别人了 你说这样的人 是不是找到哪里 都不受欢迎 你都很自私嘛 你到哪里都光想自己 你都不考虑别人了 这样的人 你说做人都不够格的 这样的人做人 就没福报的 没福报的人 都是这样子 你去观察 那个福报不够的人 都是这样子的 他要不就是没朋友 他即使有点钱 也是坑门拐骗来的 做生意骗人嘛 很会骗了 现在骗子很厉害 骗有骗大的 有骗小的 坑门拐骗 有些人凭着他 一时的那个小聪明 弄了一点钱 你就看这个人 跟父母 跟朋友 都不好的 他跟父母都不会好的 这样的人 自私的人 他怎么会对父母好 对父母都不会好的 勉强 有些时候还能够 他可能怕人家 说他不孝顺 那是装着孝顺父母 那是假的 其实真孝顺父母的人 还要别人说吗 还怕别人说吗 孝顺父母就是孝顺 我们自己心里面 孝顺就行了 不需要别人来评价 但有些人不是这样 有些人呢 他其实很不孝 但是呢 他又怕这个社会舆论 不好 他就在别人面前 装着很孝顺父母 才是没有人看着的时候 对父母 非常的不孝 这样的人很多的 这样的人 你要小心 所以说这个世间人呢 找老公啊 找老婆 你要特别小心 第一个就是观察 他像不像这父母 这个不像这父母的人 千万不要找 你找了 你肯定是要倒霉的 他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好 他会对你好吗 就对不可能了 他只能对你好 也是是想占有你一时的 过了那个星期 我估计三个月 就说不定就开始打骂了 就把你当用人了 能不打骂你就不错了 要不就是互相利用了 现在人的夫妻啊 就是这样的夫妻 你利用我 我利用你 心照不许 没有什么情啊 什么恩啊 这哪里什么恩呢 中国人呢 现在的婚姻呢 就是这样的状态 好得很少很少 但是互相利用一下 就不错了 现在我们学佛的人呢 学了以后呢 还知道改 过去做的不对 现在要改 对过去那个冤家 又开始重新反省 重新对他好 然后把他感化过来 也有这样的 原来就不是这样 原来都是想着自己 众生呢 可怜啊 很可怜 他们那个没有善念啊 他那个心里面 都是自私恶念 非常自私 反正不管什么人 只要挡他的道 影响他的这个想 无欲啊 他都给你 把你弄走 弄不走就害你 害不了你 就弄 反正弄死你 都有可能 就是这样 很可怕的 内心的那种恶毒 那种恶啊 这种人都是 到时候自己倒霉啊 就是说那个地狱了 欲珠就来抓他了 你不承认也不行了 你那个起心动念 这个东西是因果在那里的 不是谁来判断的 欲珠也判不了你的 你的因果是自己决定的 阎王爷跟狱主 都没有办法判 不能加罪 不是像世间人说的 欲珈其罪 何患无辞 是吧 最后因果可不是这样的 因果你有没有罪 这因果就在 就是那样子 你说也不说 他就在那里 你想或者不想 他也在那里 因果是不虚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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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